曾志强解读《道德经》 《道德经》第46章 老子用天下有道跟天下无道 来给我们做一个比喻 政治很亲民的时候 老百姓生活很安定 大家过得很快乐 我们就把它叫做天下有道 相反的兵方马乱民不聊生 我们通通称之为天下无道 我们用有道跟无道来形容天下太平 或者是动乱不安 两种不同的情况 老子说天下有道 却走马乙愤 却就是停止的意思 我们说请却步 就是说你停下来 不要再走了 却走马是什么意思 就是马不再去跑了 马为什么要跑 因为要战争 如果不战争 你一天的话你去跑干什么 战争 马要跑 逃乱 马要跑 做生意 很忙 马也要跑 马不乱跑的时候 他干嘛呢 你就可以想象到 古代 老百姓跟单兵的 他不分的 平常你是跟农的 打仗你就是士兵 所以现在不早这样的 这些人都回来 有充分的人力 可以耕田 所以农地 很快就变大 农地变大 牛不够用 牛不够用的时候 马不能让他闲着 所以马也跟着来 耕田 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 天下有道的时候 大家过太平日子 不用打仗 所以老百姓 就回家种田 这时候 马也当着牛来用 马 他的粪 也用来施肥 这种情况 大家很容易想象的 老百姓是很快乐 他不会担心 说这次出去 回不回得来 他不需要 可是相反的 天下无道的时候 风火四起 暴处 乱糟糟的 人心惶惶 你跑哪里都不对劲 这个时候 老子用一句话来形容 叫做戎马生一骄 那个马 不可能留在农田上 所有马通龙出众 还不够 所以母马怀了孕 他也不能休息 照样出去打仗 结果生产的时候 生产在那里 就在战场上 焦跟城 是相对的 我们常常说 焦外 焦外 就是城外 打仗多半在城外 尤其是马 当然是在城外 到了这个地步 大家可以想象 耕田的人 少了 兵华马乱 还怎么去耕田 连马也不得安宁 怀孕的马 照样跑 照样打仗 生马 马要生小孩的时候 也没有发现地点 就在战场上 就生了 这是两种 完全不同的情况 老子把它说出来 要我们想想 你喜欢过什么样的日子 老子根据这种现象 他就归纳出一个道理 两句话 或莫大于不知足 就莫大于欲得 有诗云 天下息息 皆为利来 天下攘攘 皆为利好 人们对于利益的不知从 似乎是一种反应 而现代社会的人 对于物质的欲望 更是强烈 怎样才能做到知足 又应该如何理解知足呢 什么叫知足 我们回想 在四十四章的时候 读过这句话 叫做知足不辱 一个人知足的时候 就没有人会在侮辱里 你就不会受到 别人的侮辱 知足不代 你只要知足 你就没有什么危险 所以我们这里讲不知足 它的相反的就是知足 什么叫知足 寡欲不争 就叫知足 那什么叫知足呢 就是四可而止 人不可能没有欲望 从来没有人叫我们 把所有欲望都去除掉 就算有 那也是唱高调 没有人做得到的 所以他只是告诉我们 尽量减少 本能以外的要求 假定你不这样子 你除了本身的欲望 你还不断的向外去追求 那就叫不知足 欲望产生在哪里 欲望产生在我们的心中 心中满足了 你就觉得一切都很幸福 心中只要不满足 你再有钱你也很痛苦 这个你随时可以看到的 这种就叫做灾难 就叫做祸犯 但是太多的人不了解 所以 救摸大于欲得 什么叫做救 我们常说某人引救辞职 救就是受到责难 为什么会受到责难 以后他做错了 因为他有重大的过失 所以就引起大家的责难 他就不得不辞职 救有各种 哪一种最大 就是欲得 欲就是想的意思 我想要得到 难道想要得到也不行吗 可见欲得有贪的意思 贪得无厌才叫欲得 你要了还想要 你多了还不够 那这种人 你难怪会放很大的过错 就会引起各方的责难 故知足 知足 常足矣 什么叫知足知足 就是能够返本归真 返本归真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知道 我出生的时候我就很满足 大家可以想象 古代的人 跟我们现在比 谁比较满足 你可以想象 当然现在世界上还有很多 还过得很原始的生活 他们比我们不快乐吗 不见得 所以人 要有这种返本归真 你看那个婴儿很快乐 他没有太多要求 他不烦恼 他不会睡得着 他不会恐惧 这是老子所讲的 知足知足 知足的满足 常足矣 常有三个意思 一个是常常 一个是正常 一个是常态 我们正常的满足 不要过分 我们维持 长时间的满足 好像过分的满足 会引起不满足 这个比较难了解 因为你过分的要求以后 你就会在自己的体内 引起某些伤害 那就造成不满足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就告诉我们 一个人要追求的 是永远的满足 正常的满足 俗话说 知足者常乐 减少基本生活之外的欲望 反普归真的人生 才有可能是快乐的 而一个社会中的人民 是淳朴善良 幸福平静 还是物欲横流 动荡不安 是谁在起决定作用呢 我想老子 反复地用各种不同的方式 都在告诉我们 第三章所讲的那句话 不限可遇 使民心不乱 如果居高位的人 不表现出太多的欲望 老百姓心就很平静 他不会乱 战争是谁引起的 是谁引起的 古代的战争 多棒是君王 想要扩充他的领土 要别的人 把领土割让给他 你不答应 我就打你 这样所引起的 讲到这里 我们无论如何 要有一个 很深刻的认识 真正的帝王学 就是道德经 大概在我们的经典里面 最有资格 称为帝王学的 莫过于 老子这五千元 为什么 因为他里面 每一句话 几乎都是讲给君王听的 所以后来 才把他变到道教 然后做另外一种解释 拿去念丹 我没有说那个不好 我只是说 那个只是小用 真正的大用 反而被掩盖住了 被服饰掉了 这是非常可惜的 那当初大家不想把他当作帝王学 我们不能说他没有道理 因为君王毕竟是少数人 你让太多的人知道这个 不但没有意义 而且很可能 有相反的结果 这现在不一样的 钟山先生 把中华帝制 最后的皇帝 把他推翻掉 他讲过一句话 我们不要让这个人当皇帝 我们要让四万万 五千万同胞 那时候只有四万万五千万人 每一个人都当皇帝 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吃的 比以前皇帝还好 我们住的 我们用的 比以前皇帝还好 但是 这也是非常可怕的现象 我们必须要了解 以前只有一个皇帝 这个皇帝是从小 被刻意 非常认真的 培育 教导 训练 然后才成为一个帝王 那种情况之下 都还有昏君 都还可能搞成天下无道 何况现在 没有读几本书 他也是小王帝 再可怕呢 一出生 他就是小王帝 那么天下大胆才快 所以 每个时代 由每个时代的苦衷 特点 我们要特别去了解 才知道怎么样 顺着这种自然的演变 做合理的调整 一条 几乎 不